香港日记 1995年1月26日至2月8日 发表演讲 《人心离港》 作者彭定康 播讲 夏秋年 1月26日星期四 今天我要接受不少采访并发表两个演讲 一个是到大西洋书院介绍贸易保护主义 另一个则是为英国行销团体讲解中港问题 据说马玉珍大使最近与该团体交流后 给成员留下深刻印象 演讲过程中 我注意到查芳特勋爵不断以肢体语言 表明他有多么反对我的观点 作者著 查芳特勋爵已于2020年逝世 他是名退役军官和军事历史学家 曾获哈罗德·威尔逊首相任命为外长 以及上议院议员 他如众人所料 在1970年代初退出工党 后来在1979年的大选中支持撒切尔夫人 他就坐在我身旁 场面非常尴尬 他居然曾在政坛上短暂获得相当显赫的地位 实在令人费解 其他人对这次演讲还算满意 莫里斯·萨奇·彼得·甘默·苏提普森和尼克·罗伊德等人 纷纷表示希望我回到英国 这只是些场面化 并非他们的战术或策略 听众里有不少已卸任的常务次长 演讲结束后 有一位来自非洲的青年提问 他想知道回国做出改变有没有意义 这是个难以回答的好问题 希望我的回应不只是辞早华丽的门面化 1月27日星期五 我去曼彻斯特为圣贝德中学的新大楼揭幕 1930年代 我父亲也在此就学 另外我还为华人社区举行了招待会 并与利斯吃了几顿饭 我们在周日晚上回到香港 刚好赶上农历新年假期 便在坟岭度过一整个星期 这是我们在那儿待过最久的时间 我读了不少书 包括西奥多·泽尔丁以法国为题材的精彩书籍 还打了网球 练一练早已生疏的高尔夫球球技 也看了大量影片 2月6日星期一 重回工作岗位 新华社承认他们正在协助亲中派候选人 接下来的选举活动 想象一下若是换作我们做同样的事 或是英国总领事馆说 他们正在组织97年后的亲英运动 这将造成多大的麻烦 大卫·莱特与韩奎发邀请马玉珍大使 共进午餐 我们仍在讨讨退休金计划以及探讨公积金的可能 也商量了我国移民署辖下小组访问北京的要点 与此同时 申请外国护照的人数持续攀升 我们开始担心公务员士气会受到影响 2月7日星期二 我向曾印泉表示 麦高乐即将离任 并希望由他来继任财政司一职 他简短的回应非常感人 充分表达他对香港移交前后的抱负 邝富少带来不少英国企业赢得业务的消息 保守党最慷慨的出资人告诉我 现任党财务长汉布罗勋爵在一周内访便香港 对人们宣称我快要被赶走 还说我试图从他们身上获利 我对李伟略说这简直不可置信 怎么会有人如此愚蠢 他则只是看着我 脸上好像写着这有什么好意外的 2月8日星期三 我们见到越来越多打算在97年后移民外地的人 而本地化的步伐也跟着加速 这在某方面造成了特有的挑战 我的贴身护卫周西健准备转调爆炸品处理课 我为他感到高兴 炸弹在香港已消失很久了 大概从文革暴动以来就没再出现 我很欣赏西健 也希望香港这种状态可以持续下去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